微速渺茫,更不禁令人欺读畅广,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,乃以操生了死,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,为人生至高之目标,不待先修后的,因此不仁为求操生了死, 尽必生之力,苦修苦行,仍难以仿得明师达成心愿,如今大道库传,先到后修,在求道过程中,天领明师一指,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,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, 我们得到以后,认识了真我,以真我为主宰,愿离邪心谎念,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,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? 百年之后,百年之后,真我灵性安返,返回不家乡,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,乘胜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乘胜成贤的正因道种,只要到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它必然萌芽开花。 结果,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。 不计得人得失荣辱,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,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早。 敬其一生,精净不屑,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,归天之后,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天天大道的宝贤就是天道天命,天命就是三朝明师,明师一点玄关开,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非在我身外,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天天大道的自治至宝也。 天天大道,天命宝贵。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,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应可得,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。 非是在奖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智变通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台高八斗上的。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是自己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极意。 此者是无师智,此智是妙智妙智。 不愿意。 不愿意。